对于部分网友称呼你为高龄爱豆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就是高龄爱豆 你认为30岁会成为职业爱豆的门槛吗 是门槛 但是是初期还是进来就看你了 觉得自己是在自己规划好的路线上前进的吗 没有什么规划过 我的规划就是我自己 如果现在转行不做爱豆了 会想从事什么工作 现在啊 我是可以做所有事吗 然后打完毕 本思给你做了职业规划 安排了篮球姐说 外移老师 美食博主 导游 机床设计师等等职业 你知道吗 都很棒啊这些职业 你想对这些粉丝说什么 你们说的这些哥哥都愿意干 在这里面你最喜欢哪个职业 我最想当篮球解说员 呃 wait 篮球解说员起太早 想当导游 导游醒我可爱旅游了 我爱跟人说 我爱跟人聊这事 但是要我每次都到你一个地方 我不愿意去 觉得自己的PPP厉害吗 我的PPT很厉害 坚持做PPP的话 一夜会收多少钱 哎呦 现在可能会赚很多 因为PPT就这个东西吧 它是一个美学的一个东西 在美学之中穿插逻辑 我就收做一份 收300块钱 有很多艺人会在演艺事业之外 发展下副业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或打算 我有 我有 这个副业啊 谁当艺人不太赚钱 找个赚钱的副业啊 我想 哎呦 我想开公司 前秦州一当我的艺人 你觉得你穆紫阳和林超 分别在团队中 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我在团队里当月月啊 穆紫阳当羊呀 林超当弟弟 地玩车 羊玩表 月月玩电脑 另外两个兄弟 在你的事业规划上 担当什么角色 给了你什么帮助 简单说的话 给了我底气 你在职场或事业上 遇到困惑或困难的时候 会和兄弟们说吗 我们都会说的 我也会跟他们说 他们也会跟我说 解决 其实分享多于解决 因为可能 大家都知道 怎么解决 他们会用什么方式帮你 聊天 喝酒 团员们知道 你有过想找行的想法吗 知道 他们有什么反应 劝我 弟弟真的很 语重心长地劝过我 对 蛮沉重的 我本来就跟他开个玩笑的 他说的还蛮当真的